佛法就是圣体 佛法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问题使得很多人模糊困惑 人们经常问 佛教是哲学呢 是宗教呢 还是一个生活方式来的呢 简单说 佛教是广大而精深的 你再巧妙 都不能将佛法 归类于一个狭窄的范畴 当然 佛法包括了哲学 宗教或者生活方式 可是佛法确又 不能够豁限于以上的范围之内 以某些范围或者标签 来归类佛法 就好像宗教使用招牌 来告诉人们 他们的宗教正在传什么法 假使我们用佛法 假使我们用佛法 来比移药房 将会更加清楚了 我们都知道 药房的招牌 是不能够治疗一个人的病的 假使药品是有效的 你就用它来治病 你不会理它 招牌上面 说些什么 同样地 如果佛法是有效的 就利用它 不管它是用什么招牌 或者标签 缺不可将佛法 硬塞进一个简单的范围 或者任何招牌的框框 不同的人 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和不同的环境里面 对佛法必然有不同的规律 和解释 对某些人来说 佛法可能只是一大堆迷信的意识 对另一些人来说 佛法也许只是可以获得 短期利益的方便工具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 这是股市一个流行的环业 又对另一些人来说 佛法仅仅是对知识分子 一些有意义的思想体系 又对另一些人来说 它是科学的发明 而对一些虔诚热切的佛教徒来说 佛法 就是他们整个的生命 值得他们倾尽所有 来到完成生命的大事 一些知识分子 将佛法看成是印度环境下的产物 或者认为是印度宗教的另一些产品 然而佛法并不是这样 佛法就是圣体 它是到达实在的智性的途径 佛陀看不到世间的困扰 并不是单纯地来自于智识性或者理性的过程 而是来自于心智发展和淨化 智性的蜡烛点 使人联想到科学的态度 终于促使佛陀成为古往今来 独一无二的宗教导师 当然 达摩 即是法 的曙光在印度出现 尤其当时智性的探究 和伦理性的建设的社会条件 数百年来的宗教和哲学发展 孕育了印度本土富饶的智识土壤 在这种肥肉的条件下 达摩的种子才得以诞生 同时代的希腊 中国 埃及 和巴比伦 虽然各有其思想宝藏 但是都比不上当时印度圣洁的水准 思想启蒙的杯牙 有如长了翅膀的种子 从世界各地 数不清的遥远时空 一起飞到印度的东北角 来生长和发展 这个独特的杯牙 在佛陀的人身上 获得了完整的表达 透过这个启蒙的经验 佛陀不再使用教条性的信念 或者神秘 或者神秘 来作为教戒 他用了一种有效的 你和我都可以实证的经验 来说明佛法 他用最正确的字眼 提问 吸佛法 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定义 那就是圣体 我们要记住 佛陀 佛陀 并不是从学理上教导我们 他是从他的了解 他的开悟 以及他在圣体上的实证成就上 教戒我们 佛法 开始于2500年前的 乔潭摩佛陀身上 当佛陀介绍他的教戒的时候 他并不是想要紧紧解释生命和世界 反而 是要指出他所发现的圣体 是在彰显正确而实际的解脱之道 佛陀的原始教戒 包括了宇宙 人生真体 然而 佛陀的原始教戒 我们常称为法 或者佛语 和宗教用来吸引人们 接近他们的教戒 是有着大大的不同 当佛陀灭到数百年 佛弟子们 开始将老师的教戒 组织成为宗教 他们滲入了很多奇迹 神秘 酸命 符咒 护身符 檀场 奇样 以及各种移轨 这些 这些并未发现在 原来的佛陀教界之内 当这些从外来宗教的信仰 和修持 介绍到佛教中来 很多人疏忽了 发展原始佛教中最重要的修持 是自律 自制 道德的徒野 和心灵的进展 人们 不去修持佛陀原来的教戒 反而花费了更多的精力 去向邪恶的神灵 追求守护 和尋求财富及好运 渐渐地 人们开始对原始佛教 没有兴趣 便得一味 只是想从观星宿 黑魔 或者从病难中 得以摆脱恶魂 和晦气 在这种情况下 宗教的修炼 与信仰 就局限在一般世俗的追求 即使到现今 很多人 还相信他们能够 经过外在的力量 免除他们的种种困难 只要人们 仍然攀缘于这种信仰 他们就不会培养坚毅的意志 智慧和智能 以及其他有关人类的资质 换言之 人们开始用佛教的名义 濫用人类的智能 去追随仰仗外力的信仰 他们亦都因此 污染了佛陀教言的纯正 如此 我们可以了解到 现在佛教在很多国家里面 所以被认为是宗教 是因为人类所居住的社会 文化环境不同的关系 即使将佛教当成是宗教 他都不是开始于 从天上降落人间的超世间体系 而是经过很长的历史的进程 诞生和发展 在他演化的过程中 人们慢慢地丢开了佛陀原本的教界 而创立了很多不同于佛陀的新的宗派 佛陀的原始教界所激发的 不仅是宗教 而是整个文明 这些教界 在历史变成很多文化 和国家文明的动力 事实上 佛教在世界上 已经成为最伟大的文明之一 他在文化、艺术、哲学、伦理 和建筑领域上 有着辉煌的历史成就 在过去几世纪以来 无数的社会和教育机构 都和佛教拉上了关系 佛教始终 莊严地记载着有善和有爱 从佛陀报教以来 这个世界开始变成一个不同了的地方 人们开始了解生命 和宗教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今天的佛法 在现代世界里面 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动力 作为一个文明力量 佛教唤醒了无数人们的自尊 和自我负责 同时换起很多国家的活力 他掃诸每一个人的思考力 去参词提升精神上的进展 增进人们的容忍心 以脱离宗教和国族之间的狭爱狂热 他纯服那些野蛮 并且敌恋人们的心灵 简言之 佛法领导人们 整个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每个人都可以发展他们自己的能力 和内在的洞察力 以达到最高的目标 并且使人产生依靠自力成就的感觉 二千多年来 佛教已经满足了近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精神需求 今天人类对佛教的需求 如同以往一样强烈 佛教的教义 佛教仓仍然是人类精神上最丰富的全员 因为他能够提升人类的努力 使人类达到较高的水平 他不仅是提供人类不断的需求和上进 由于他的触觉宽广 佛陀对生命的观点 已经有吸引知识分子的趋势 因为这些知识分子 搞尽心力苦无出路 不过佛陀的宝藏 不仅是知识上的锻炼 只是为了知识上的位值而矣 另外一个需求佛教的原因 是因为佛教是现实的 而且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人生和世界观 他不是迷惑地将人们推进那种虚妙的乐园 也不是用尽各种虚幻恐惧和罪恶感去恐吓和繁扰人们 佛法是正确地而客观地告诉我们 什么是现实世界 并且明示我们 达到圆满解脱和平 静静和幸福之道 假使人们要从不正确的宗教里面 救拔出来 佛教是一个最有效的宝佛 因为佛教是人性的宗教 他的创立者是一个人 在他的教义中 并没有神的启示和介入 当此物质世界 在人类成功控制之下的今天 人们可以回顾一下 他们对控制自我 到底有多少成就呢? 在这种问题提及之下 现代人们将会发现到 佛教能够解答很多难题和疑惑 今天佛教正吸引着西方 因为佛教没有教条 他能够满足理性 也能满足心灵 他坚持自己 也容忍他人 他包容科学 哲学 心理学 倫理 和艺术 佛教指示出 唯有人 才是现实生命的创造者 和自己生命的设计者 这一个正是佛教的特性 佛教之和平 慈悲信息之光芒 普照十方 他照亮所有以佛法为新生命的亿万人们